接著我們要跟各位談的就是一些靜電的現象 撕開棉洗塊的塑膠袋 然後保鮮膜的時候 塑膠這樣一搓 然後那個塑膠就黏在你的手上 這是因為靜電的關係 不過那個保鮮膜打開 然後可以黏在那個碗上面 有人就說是靜電 不過好像不太正確 不過我們就不管它了 然後冬天脫毛衣的時候 啪啪啪的聲音就是因為靜電呢 有一些中和的現象 然後產生放電的現象 然後呢 這是小時候玩過的嘛對不對 塑膠紙磨一磨可以吸引小紙片啊 然後水龍頭可以吸引一點細小的水流啊 這都是靜電的現象 然後呢 這叫做金屬把手觸電的感覺 這個古時候發生過 就是那個高速公路 就收票員 去拿人家跳的時候 感覺有被電到的感覺 後來就 因為靜電 因為車子在高速摩擦會有一些靜電 這樣快點下會用一個塑膠電 電在上 這樣的話就電就不會流動 就會有絕緣的效果 然後再來就是加油站啊 好 加油站都告訴你說 不要打手機啊 或怎樣 可是打手機 人家做過實驗一點關係都沒有 絕對不會引發爆炸 會引發爆炸是靜電 是靜電 你車上有靜電的話 就會這樣砰 有火化就會有爆炸 有爆炸 影音機 就是知道這個結論比較好 它就是利用靜電的原理 想辦法呢 有一個帶電體過來 然後光一照 那有些電就消掉 那有些電還在 第二天就把那個碳粉給吸上來 然後再熱壓壓一通 你的那個就顯像 影音機就是利用靜電的原理 這個知道就可以了 這個是一個靜電的影片 就是那個小紫線 磨一磨 把它吸起來 這個應該小學的時候就玩過了 這個應該小學就玩過這個 就是告訴你摩擦會帶電 摩擦會帶電 這樣子 OK 小試一裝 然後這是個電量單位 有個叫使用單位 一個叫基本單位 使用單位叫庫輪 基本單位是古時候就學過了一個電子電量 一個電子所得的電量 因為東西都是得失電子帶電的 所以它的電量就會跟電子電量有什麼關係 就要背一下 雖然在正常大考試的時候都會給 但是呢 背一下會比較好 一庫輪是6.25乘以10的18次方的電子電量 一個電子電量是1.6乘以10的-19次方庫輪 還有一個就是一末你就背96500 96500 上次有個學生問我問題 我就是沒有用96500去算 就覺得有點麻煩 用96500就變很單純 算就很好算 背一下 一末是96500酷了 背一下 能背最好 雖然我講過大考試話都會給你 大考試話都給你 但是你來把它背一下 OK 了解一下 然後呢 剛剛講過東西會帶電 都是因為得失電子的關係 所以東西的帶電量一定是電子電量的整數倍 所以我們就把電子電量叫基本電荷 因此就有人問你說 下鏈哪個帶電量是不可能的 我可不可以帶10庫輪 可以 可不可以帶0.2庫輪 可以 我可不可以帶3的電量 可以 我可不可以帶1有2分之1的電量 不可以 因為都是整數倍 整數倍 可以或不可以帶電量 OK 整數倍要記住 因為都是得失電子帶電 所以帶電量一定是電子電量的整數倍